一生一世翻外围生一 时宜的快乐 我们不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时宜结婚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问过这样一句话 时宜跟周生辰这样无趣的人生活在一起 不会无聊吗 无论是时宜的父母 时宜的朋友 甚至是林书都问过这样的话 但是时宜的快乐他们不懂 甚至连周生辰都不知道 周生辰结婚前几年常说的话就是 时宜你要是觉得无聊 就去干什么 什么之类的话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无趣的个性 但是奇怪的是 时宜很喜欢跟他待在一起 就算不说话 只要在同一个空间 时宜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趣 是呀 时宜的快乐 我们不懂 周生辰 一个笑貌平平 只知道做实验 工作的化学研究员 笑貌上没有吸引力 无趣的性格也没有吸引力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时宜就是看不厌 只要看着周生辰 就会不自觉被他吸引 时宜喜欢看周生辰在厨房里 给他和孩子们下面的样子 看着周生辰穿着宿井的家居服 在厨房煮面 捞面 调制酱料 再撒上一把葱花 或出来一碗浇着热油的拌面 或一碗寡淡的清汤面 这些年 如周生辰所愿 让时宜品尝到了各种各样面条的做法 周生辰别的菜没有学会 唯独做面条这块已经炉火纯青了 时间长了不吃 时宜还会馋这一口呢 时宜喜欢看着周生辰工作的样子 阳光下 周生辰戴着眼镜笔直地坐在电脑前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坐多久 周生辰始终都能保持着挺拔的坐姿 阳光下 光滑的镜面偶尔会反射出惊人的光彩 时宜看着看着 就会陷入这样的光彩中 无法自拔 时宜也喜欢看周生辰和孩子们玩傻的样子 这个时候周生辰脸上寡淡的表情就一扫而去 脸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表情 笑着的 揍鬼脸的 假哭着的 很多种 只要看着这个画面 时宜就觉得很满足 他期望给周生辰的一切 他都好像做到了 时宜最喜欢的当然是周生辰望着他的样子 这时候的周生辰没有了跟孩子们玩耍的童真笑容 没有工作时的认真严肃 面无表情 但是眼神里都是他 仿佛时宜是他生命的一切 时宜是他最珍贵的珍宝 这时候的时宜是最幸福的 心里止不住的甜蜜 震撼于他的感情 沉溺于他的深情 不可自拔 也不愿意 是的 在外人面前 周生辰是无趣的 甚至是乏然无畏的 但是在时宜眼中 他的一言一行都显得那么好看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都值得时宜观赏 都让时宜沉迷 所以在你真心爱一个人的时候 所有的劣势都会是优点 所有无趣的事情 都有着他独特的可爱 周生辰对时宜而说 就是这样的存在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